另外针对国内药物短缺问题 行动党古近市国会议员余力文认为 我国必须制定长期的国家药物安全策略 以确保问题在未来不会重演 余力文发文指出 我国身为药物禁进口国家 无论是药物或是制药原料都极度依赖外国 如今国内多个医疗机构和单位 都对治疗咳嗽 发烧和感冒等药物 发出缺货警告 尽管卫生部副部长拿多诺阿兹米说 缺货问题依然受控 但长久下去 一旦药库存耗尽后 我国又没有明确的应对策略 到时恐怕会引发公共卫生危机 他建议短期内国家药品监管局 可审计药库库存 了解药物缺货问题的严重程度 卫生部也能下令发码制药等中央合同公司 优先把药物分配给需求量高的地方 同时提前发布通报 让医疗机构分配好药物和存货 疏解药物不足的问题 长远来看国家药物安全策略 必须包括在本地生产活性药物成分的计划 以及增加本地制药商和进口商的药品扩存 可宜出品的生活药物遭受器